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次的演後評 我是洪思恆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講的就是 一個世界文化藝術節的開幕節目 秋天奏名曲 我看這場原本有點特別 因為本來是第二晚的節目 但是因為近來的社會公眾活動 所以令到他原本最後的一場 星期日的下午場被迫取消 變成我看那場成為了 這個亞洲首演節目的尾場 而且也是因為受到近來的社會氛圍影響 其實很多表演節目都有同樣的狀況 就是很少人買票 所以他們主辦單位 據我了解 其實在事前推出了一節的團購票 而且他們銷售的對象 應該是同小學生 所以在兩晚的演出 包括我看那場 還有我聽到一些去看首演的朋友 都說整個表演廳裡面 全部都是很多小朋友 我自己都挺驚訝 我明白想有更多人入場看 但是這一套歌劇 還是一個瑞典畫歌劇 去跟小朋友看 感覺上好像有點艱辛了一點 我事實上也在中間也聽到 一些小朋友說 很悶啊 不知道做什麼啊 而我看的那一場 首先要說一點點 我坐的位置 又不知為何很遲 坐在第二行 所以在聲效來說 我會有一點點嫌 因為跟樂詞很近 所以我會覺得管弦樂團 聲量是比較偏大的 我估計 如果我坐後一點 台面上的歌聲 還有下面的管弦樂團 聲音的平衡 應該會比較好 說回這套歌劇 其實它是改編 至一個同名的電影 那套電影其實我沒有看過 但是我跟一些看過電影的朋友 去瞭解 那套電影本身是90分鐘而已 而這一套的歌劇 全場是大概兩個半小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將它 extend了很大部分 而那個故事 簡單一點解釋一下 就是 其實就是說這個女主角 叫Charlotte的女主角 她是一個媽媽 她也是一個職業的鋼琴家 她在世界上不停表演 已經有七年沒有回到家裡 跟她的女兒去團聚 那七年之後 她終於回到家裡 跟她的女兒去團聚 但是其實兩母女之間 是有很大的 我又不是說牙齒印的 但是其實很明顯 他們是有一個 雙方是有一些 不合格 當中也有其他人物牽涉了 譬如她的女兒是Eva 她另外還有一個女兒 叫Helena 患了一個不知名的病 就是一個是 無論在電影或是歌劇裡面 都沒有提及她是什麼病 但是總之是 場面都是 餓病在床上 那麼 其實整套電影 整套歌劇 就是趕她回到家裡 怎樣跟她的女兒 有些磨擦 還有吵架 她說到最後 亦都忍受不住 亦都要離開 逃離家庭的狀況 我看完之後 最大的感受就是 覺得劇情 有點像《等待果陀》 如果大家熟悉戲劇的話 應該知道《等待果陀》 也是一個很經典的戲劇 最大的特色就是 劇情基本上沒有推進過 由一開始就說有兩個人在樹下等果陀 雖然中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但到最終 他最後都是那兩個人在等的果陀 果陀是什麼人 為什麼他們等呢 其實全部都沒有交代過 而這一個比較同樣的感覺就是 一樣的 他就是 我們知道 他們兩母女 是有一個很深的 不合馬 我們會這樣形容 他後面 他中間都會有說 為什麼他們中間會有互相憎恨 沒有辦法去接受大家 但是到最後 這個狀態是沒有解決過的 尤其是最明顯的就是 這套歌劇一開始 就是女兒Charlotte 就在她的床上去寫信 就想跟媽媽說心底話 到最後那一刻 他也是坐在床上寫信 寫信就是想跟媽媽說 我們可以 Never too late 可以再和好 只不過媽媽那時候就已經離開了 她就說 never cancel 就是never cancel她的音樂會 就是說其實他們中間 其實是他們之間的紅溝 是沒有辦法去填補的 而音樂上 那個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挺配合 我自己覺得是挺配合到 這個故事的狀態 就是一個很 我會用到很 extended 的一個tension在裡面 裡面很明顯是沒有一些 很明顯的船 主要都是一個襯托的氣氛 那個手法 聽起來不會是非常前衛 你完全聽不懂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入耳呢 又不是的 它最主要都是一個 氛圍的呈現 不會有很強烈的 很突然的起伏 整體來說 另外它也會有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點 用一些 樂器去代表一些人物 譬如說 裡面有一個 拉大提琴的角色 它那時候就是 以鬼的姿態 再重現 因為它已經是死了的人 但是有時候 它就好像有幽靈的出現 那時就會聽到 大提琴聲的出現 又或者去到 女主角 媽媽的錯誤 去說回她 究竟為什麼 會踏上了成為 一個鋼琴家的原因 其實她一開始出生 她已經 忘記了爸爸媽媽的臉孔 甚至連帶她自己 子女的臉孔 其實她也不太印象 她記得生嬰兒的過程 但忘記了生嬰兒的痛楚 唯一令她感到安慰舒服的 就是彈琴的時候 所以說到彈琴的時候 很明顯就會有些鋼琴聲出來 很明顯有作曲家 是想用一些 很明顯用這個鋼琴樂器 去呼應劇情 而在舞台上的呈現方面 其實這部電影 本身是一個非常寫實的電影 無論是我的朋友的聚述 或者是我完結之後的藝人影后談 都有觀眾說到 其實電影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很大頭去拍攝那些演員 演技是那套電影的一個很大的賣點 很明顯去到歌劇 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手法 而作曲家 她用的是一個歌劇的語言 就好像一些 剛才說過的大提琴 好像以幽靈的撞一下 再重演在舞台上 這些是一個寫實電影是沒有的 另外她特別強調的是合唱團的運用 在這個裏面 她在長刊裡說 其實她是有一個 inspired by 古希臘的歌詠團 但據我的理解 其實古希臘的歌詠團的作用 通常是聚述的故事 又或者是一些時候 comment on 的故事 即是說她是跟那個 她不會直接參與下去的故事 亦都不會跟角色有什麼的互動 但是在這部歌劇中的設定來講 她其實就是成為了Charlotte 她腦海裡的一群忠實的聽眾 又或者是她支持的聲音 或者是她的按摩區 即是comfort zone 就會不停讚美她 又或者當Charlotte在這個家 本來還留四天 但她就因為承受不了 她就要對著她的女兒的壓力 那她的合唱團就會再說 早點走吧 不如下三天吧 那成為了推動劇情的動力 甚至她曾經跟女兒Eva 有一個直接的 可以說是對馬的狀態出現了 即是她跟角色有一個互動 所以這個運用 我自己覺得不是一個 古希臘歌詠團的一個作法 不過是一個很高劇世界裡面 會呈現到的一個 不真實的狀態 所以其實這部電影 是很現實得來 又有非現實的元素 現實的就是她也保留了原劇 最重要的一幕 就是兩母女的吵架 而她很特別的就是 她是很刻意地吵架在第一幕發生 喊到中途 突然之間停了 就去中場休息 去到第二幕 開始開幕的時候 兩母女或所有人的站的位置 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中間多了一點的椅子 亦都是highlight了整個歌劇裡面 喊架這個是最重要的 而她亦都是怎樣很寫實地 去呈現出來呢 就是尤其是第二幕 開始呢 兩母女不是唱的 簡直是說話 真的好像演戲一樣 去面對吧 不過她們的那個呈現 又是很特別的 她不是說真的 喊架你一言我一語 而是搭聲 而且她們的內容 亦都不是真的互相駁斥的 基本上是自說自話 說回我自己想怎樣 我想的什麼 所以她這個情形手法 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於 很寫實 相對在唱歌表達來說 但因為她們兩個搭聲 亦都是自說自話 成為了一個姿態 令到觀眾知道 其實她們兩個 喊架 即是喊架 不論上一個交流 但她們更加差的就是 根本完全是 繼續在於自己的世界裏面 所以她們最後 是完全化解不了 她們之間的愛恨情仇 是可以理解的 那今天呢 演藥評論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Bye